很重要是有醫生的評估 例如一閃而逝 不斷地想了很多天 甚至如剛才所說 在天台走來走去 有些嚴重到寫遺書 現在寫遺書在社交網絡上寫 多看朋友的社交網絡 社交網絡其中 有些社交網絡想取得人的注意力 但如果有問題 就要很直接很快地和他商量 你自己陪伴他 當然如果他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傾向 你一定要陪伴他 有醫生評估如果最嚴重的話 可以考慮入院看著他 因為我亦見到有些個案 在家裡陪伴一下 陪不到陪了一會 他說要回房間休息一會 他便在房間跳進去 所以有時我們都要多關心身邊人 其實我們多一個關心 多一個問候 還有我們真的能夠緊張一點 不要掉以輕心 都救了一命 其實自殺這件事 或者他想不開 抑鬱症這件事 是一撒冷他想死 真是跳了 但如果沒有機會 讓他做這個傻事 其實過了一段時間 看醫生食藥是會復活的 如果他重覆反覆反覆 有時有些人想起這件事 想起子女、父母 他可能很快便說不要了 不要這樣做 千萬不要做傻事 他自己能控制到 但有些人很喜歡你說 買了泡炭 經常自己在那裡 走上天台 都不告訴別人 不跟別人說 這些是嚴重很多 很大件事 是 OK 如果見到那個朋友 很不開心 都可以說關心他的事 頂他想回家人 最關心的事 我記得我們曾經跟香港大學的 Paul Wang 都談過 有個案在香港 人要自殺些錢 他說他有三隻狗 他很擔心那三隻狗 沒有人餵 他會想這些事情 那樣也會幫到他 去定一定神 不要想到一邊 但某程度也是說 如果有人去想這些狗 安排的話 就等於安排後事 就表示非常非常嚴重 非常危險 對 當然他說 例如想起家人 能控制到的 這當然好 想起子女 想起父母 一想一閃而誓 立刻控制到 當然是一個好現象 但你說 安排後事呢 大件事 例如 找一個人幫你安排養一隻狗 幫你寫一封信 或者安排一些錢銀 保險告訴別人 你是那個人的承受人 這些很嚴重 這些很嚴重 立刻要帶他去 其實我們帶了去專科醫生 看見我完全覺得 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這個朋友 或者這個親人 有這樣的抑鬱症 我當然要看專科 我看專科的時候 其實做一個診斷 接著 程序是怎樣的呢 診斷就像我們剛才所說 一個病徵的評估 一個自殺風險的評估 例如以前也試過自殺 這些都是一些很大機會重複的 有機會很大機會重複的 如果重複再試圖的話 一個不幸運就會死 上次可能可以通過 不代表你一定這次通過 我有些病症是嚴重的話 例如燒炭 即是跳樓 他們跳樓傷殘了 或燒了炭 腦子破壞了 長期一生有一個後果 真是好說沒有聽 死不去都很慘 真是可惜 我們是用藥為主 在治療過程中 見到一些嚴重的抑鬱症 是否立刻要用藥 用藥 最重要是建立醫生和病人的關係 如果不是病人 完全沒有心機 或很抗拒吃藥 就像剛才所說 輕度或中度 其實就這樣用心理治療 譬如舉例 認知行為治療 都可以幫助病人 但有某程度 例如快慢 可不可以這麼快 找到一個建立關係的治療師 都是這些因素 當然 另外治療師 也要看到自殺的評估風險 很多時心理學家 或臨床心理學家 如果他們看到有自殺風險 他們都希望有醫生去介入 沒錯 感覺上 經常說笑話 醫生不吃藥可不可以 吃藥快點好 這真是這樣的效果 其實一般來說 吃藥的效應 我們看起碼到一兩個星期 起碼兩個星期開始改善 譬如看心理 真的要看個別情況 有些很輕微 可能幾天開始穩定些 開心也不足為奇 但有些開心 不久又剩下 不久又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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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又想自殺 那些可能要相關齊下